永和區公所主辦的創意繪畫比賽 舉辦至今已有六年時光 漸漸成為永和學子共同的回憶 本次以永和進步家園 我的夢想家為主題 從7月10號起征件到9月8號 共收到1660件的同學作品 12日在新北市兒童美術館榮譽館長 許國寬及團隊的評鑑下 選出了各組的得獎作品 各年級組因為我們目前收到的件數 從1600多件來看 以幼兒組到高年級組 整整南瓜的四大組別 那我們看以兒童繪畫的圖像來看 它可以從塗鴉到圖示前期 圖示期、寫詞前期到寫詞期的表現 幾乎是包含的所有的兒童圖像的符號 那我們這次的件數又是1600多件 那整個看來呢 從燒腦的過程來看 它是第一個件數多 第二個包含的圖像符號特別明顯 這一件我是發現它用色方面呢 它非常的勇敢 而且沒有顧意到任何色彩 純粹是主觀的去塗去抹 所以我覺得它蠻吸引我的注意的 本次畫作評選時 區長莊茂坤及新北市副委長陳鴻源 發現了一幅特別的殘骰畫作 上面還特別表示這是一幅請願畫 主要希望可以在四號公園增色游泳池 讓更多人能享受游泳的樂趣 陳鴻源表示收到孩子的委託 也一定會盡量達成這個任務 我每年來其實每幅畫都讓我印象很深刻 今年比較特殊 有一個小朋友畫一個許願畫 他說是請願 我說是許願 他希望他在心中希望在四號公園這邊 有一個游泳池 當然洪源叔叔會盡量的幫你達成這個任務 也在這邊要提醒你 我們有五個游泳池 你可以請爸爸先究竟請你去 那我再想辦法把你的心願達成 這樣好不好 中家寬屏新北桃園聯制中心經理徐喬妮表示 本次創意會發比賽得獎名單 將會在中家寬屏新思播CH3及CH4頻道 及YouTube新北生活台公佈 10月14日頒獎典禮當天 也會將得獎作品展示於永和國父紀念館供民眾觀賞 今年其實有一千多名小朋友來報名參加 那今天經過評選會之後 老師也很努力要選出比較好的一些作品 那我相信大家都會想知道 到底是自己的作品能不能得到金牌銀牌或者是優選 沒關係後續我們會在電視上 也會在各通路上都會公佈得獎名單 那最重要的是在頒獎典禮的時候 歡迎所有的小朋友都到現場 也來看看自己的作品在展示架上展出的樣子 來參加這樣的一個盛會 頒獎典禮將於10月14日在永和區公所舉行 依據各年級組別 分別頒出金、銀、銅牌及優選獎 獲獎作品也將在國父紀念館展出一周 供市民朋友一同欣賞 記者蘇建明新被採訪報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